4月21日 据港媒报道 安一轩老公陈荣炼非判处14年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 陈荣炼于2022年1月28日 因涉嫌不法经营其为非逮捕 经过调查 控涉及83项罪 港媒分析 陈荣炼涉嫌24项不法经营 每项判1.5年 一项不经营赌博罪 判1.5年 七项巨额诈骗罪 每项判6年 以及一项家众清洗黑钱罪等 判5年 数罪兵法累计14年 安一轩也有可能没想到 每次宣布秀恩爱背后 是多少赌徒破碎的家庭 除此之外 陈荣炼还涉嫌电头等罪行 还涉嫌33项巨额诈骗 其中有8项巨额诈骗最未碎 值得一提的是 陈荣炼在3月8日庭审时 还发言伯同情 甚至翻出了90岁的老父亲 以及年幼的两个儿子 希望法院可以放过自己 不过他并未逃脱法律的审判 自从老公被捕后 安一轩社交平台也停恩了 孩子一度传出离婚 不过安一轩并没有回应 如今陈荣炼被判14年 对此你怎么看呢